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带大家的耳朵旅行到法国和俄国去 听一听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出现的百科全书的故事 今天要说的这一套百科全书的主编 是法国的哲学家狄德罗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法国版的百科全书的故事吧 十八世纪的时候 有个法国的出版商邀请了狄德罗 帮忙把英国的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 狄德罗是一个很热爱知识的人 他好高兴地接下了这个 又能读书 又能赚钱 还能满足对各种知识的好奇心的工作 但是很快的 他就发现不太对劲了 他去找出版商 告诉他 先生 您请我翻译的百科全书 里面错误很多啊 而且内容支离破碎 这样的东西不值得在法国出版吧 出版商一听 哇 那不就得放弃这个出版计划了吗 没有想到狄德罗自告奋勇地说 不如由我来主编一套更完善的百科全书吧 什么 这个才34岁的年轻人 想要自己编百科全书 狄德罗认为 百科全书的存在 是为了给人类最全面的教育 所以应该把人类所有知识都收录进来 成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 百科全书是所有学习者的收获 狄德罗提出了他的梦想与计划 出版商听了之后 认为这一定大有赚头 可以赚大钱 于是就答应了 可是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出版的自由 为了让百科全书的计划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 出版商带着狄德罗去见已经八十多岁的司法大臣 大臣听完了 狄德罗滔滔不绝的说明之后 大臣说啊 编一套属于法国人的百科全书是很好主意 可是这种事啊应该由政府机构来做 我们有神学院科学院文学院等等 怎么会有你这个年轻人来做呢 彼得罗说 文学院只关注语法本身的问题 神学院只管神学教义 科学院只管数学、物理、化学等等 大家各管各的 但是我可要把所有人类的智慧和成果汇集在一起 应该由我来规划 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一起完成这部百科全书 狄德罗的雄心报复就这样得到了官方的同意 因此他就展开了他宏伟的计划 然而事实上一切并没有这么的顺利 首先 狄德罗虽然邀请了各行各业的专家来帮忙撰写条目 但是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知识性的和技术性的条目 没有人写 于是他只好一个人包揽了所有没有人撰写的部分 比如说纺织业、珠宝业、面包业、皮剑业 制作砖块、制作帽子、制作锅具 还有经营首饰、造车、造纸 哇!他撰写的条目范围又广、性质又杂 他为了撰写这些内容 他去市场请手工业者来到家里 一一询问 再一字一句的写下来 即便他如此的轻力轻微 但是在那个知识很封闭的时代 狄德罗还是因为他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 而被抓进监狱里了 狄德罗一被抓进监狱 出版商可就跳脚了 因为出版商已经接了很多预定的订单 连定金都收走了 没有狄德罗 百科全书就编不成 出版商就要赔大钱 因此出版商急得到处奔走 文化界的人士集体为他求情 狄德罗在被关了三个月之后才被释放 一出狱 他就赶忙继续投入 已经耽误了好一阵子的百科全书工作 到了1751年 百科全书的第一卷终于上市了 那个时候 所有法国上流社会的人都争相订购 人手一本 获得了很大很大的成功哦 狄德罗得到初步的成功以后 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来敲他的门 狄德罗打开门 这个年轻人递给了他一篇文章 上面竟然写满了对狄德罗的恶意的批评 狄德罗很惊讶地看着年轻人问他 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年轻人说 是的 狄德罗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啊 他很纳闷 我跟你素不相识 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写这种文章重伤我 年轻人说 如果你愿意给我钱 我就不发表 如果你不给我 那我就去投稿登报 原来这个年轻人是来勒索要钱的啊 狄德罗想了一想 他就对年轻人说 嗯 我建议你把文章拿给奥尔良公爵 他很讨厌我 他一定愿意出高价 买你这篇文章 年轻人告诉他 可是我不可能见到高高在上的公爵啊 狄德罗回答 那有什么问题呢 我帮你写一封推荐信 说着狄德罗就写了一封信给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果然拿着这封信 顺利地见到了奥尔良公爵 并且把这篇攻击狄德罗的文章给卖掉了 年轻人赚了一笔钱 还回来谢谢狄德罗 狄德罗劝他 年轻人 去找个体面的工作吧 不要再考写这种充满恶意的文章为生啦 可见狄德罗不仅有才气 他还对人很有包容力 狄德罗虽然因为百科全书 而获得了很大的名气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发大财 发财的是出版商啊 狄德罗要嫁女儿的时候 他看看自己 他拥有最多的是书 最缺乏的是钱 所以他打算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书卖掉 筹钱给女儿半嫁妆 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 没有想到消息像风一样的 吹进了千万里之外的俄国宫廷里头 狄德罗万万没有想到 他在俄国有个大粉丝 就是俄国的凯撒林女皇 凯撒林女皇统治着庞大的俄国 美丽、聪明又能干的他 也很爱看书哦 而且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竟然就是狄德罗耶 当他听到狄德罗为了钱 要卖掉珍贵的藏书 女皇一听就觉得非常的舍不得 她竟然决定要花钱 买下狄德罗所有的书 女皇说 我愿意买下狄德罗先生的所有图书 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 这些书由狄德罗先生担任保管人 狄德罗收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 而且凯撒林女皇还送给他一个大礼 女皇愿意每年支付狄德罗一笔年金 长达50年 大方的女王遥远的支持着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狄德罗 并且请狄德罗帮忙他购买收集欧洲的艺术品 据说到了今天 俄国的东宫里头 他丰富的收藏品 大部分都是狄德罗为女王选购的呢 女王多次邀请狄德罗以后 狄德罗才终于出发前往俄国 搭乘马车从法国到俄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到得了 狄德罗终于和他的大知音 大粉丝见面了 两人相谈甚欢 留下了历史的佳话 中国的永乐大典是在皇帝的支持下完成的 但是当时只有完成一套 法国狄德罗版的百科全书 则是集结民间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完成 并且印刷了很多套 让知识可以普及到许多人的家庭里 这也反映了中国和法国完全不同的民情哦 知识就是力量 故事也可以是知识力量的来源哦 史哉故事同心格 我们下周再会咯 以上由史哉史哉网络教育学院制作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